千岛湖、新安江水库 是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淳安县境内的一个人工湖 部分地区与建德市西北相连 这个湖泊是由修建新安江水电站 而形成的水库 始建于1955年 于1960年竣工 以下是有关千岛湖的详细资讯 水库坝高达105米 长约462米 水库的长度约为150千米 最宽处超过10千米 最深处约为100余米 平均水深约为30.44米 水域特征 在正常水位情况下 千岛湖的水面面积 大约为580平方千米 水库的蓄水量达到约178亿立方米 在最高水位时 湖泊内有1078座大于0.25平方千米的路桥 岛屿 此外 还有许多小于2平方千米的小岛 这些小岛的总面积约为409平方千米 千岛湖以其优美的水域景观和众多的岛屿而闻名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湖区的水域和岛屿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游客可以享受水上活动 游船观光以及探索各个岛屿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 湖泊周边也发展了旅游设施和服务 为游客提供了 千岛湖地区位于浙江西部山地丘陵区 地形包括中堤山 丘陵 小盆地和谷底 这个地区地势特点是四周较高 中间较低 整体地势呈现西高东低的倾斜形态 这种地形特点使得周围的中堤山逐渐向中部丘陵过渡 在古生界之前 千岛湖地区原本处于古海洋中 随着地质变化和时间推移 这片区域经历了多次地质运动和沿层变化 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地貌 这些地质活动导致了地形的抬升 侵蚀和沉积 形成了现代千岛湖周边多变的地貌特征 这样的地理背景为千岛湖地区 提供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多样化的地貌特征 这些地形的多样性为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环境 创造了多样性和独特性 也为游客提供了各种户外活动和自然探索的机会 千岛湖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 这种气候特点通常表现为暖潮湿的夏季和相对温和的冬季 以下是该地区的气候特征 年平均气温 千岛湖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7摄氏度 这使得该地区的气候相对宜然 季节性特征 雨季通常出现在6月上旬至7月上旬 而在7月中旬至8月下旬 该地区进入浮旱季节 此时天气比较闷热 高温情况 在浮旱季节 白天气温可能升至较高的水准 午后最高温度可达36摄氏度左右 这段时期的气候通常炎热潮湿 降水量和蒸发量 该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1489.0毫米 另外 平均蒸发量大约为1355.1毫米 这表明在炎热潮湿的季节 湖区通常有相当数量的降水 但由于高温和湿度 水分也会迅速蒸发 考虑到这些气候特征 前往千岛湖旅行时 最好根据当地的季节变化和气候情况做好准备 特别是在夏季高温潮湿的时候 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措施 龙山岛和月光岛是千岛湖中两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岛屿景点 龙山岛 龙山岛是一座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玉一体的岛屿 自古以来 龙山就被视为淳安地区中灵玉秀 人文晦翠的象征之一 游览龙山岛 可以领略到淳安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岛上有古词庙 清澈的唐坡以及古老的书院 展现出淳安历史文化的丰厚底蕴 此外 龙山岛与海瑞 朱熹等历史名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被誉为三线魁的象征 月光岛 月光岛位于千岛湖中心湖区占地六十余亩 是千岛湖一个具有浪漫气息和人文底蕴的景区 该岛以爱情为主题线索 拥有四个园区分别代表住情 戏 心 梦 并设定了接纳游客的渡船服务 月光岛景区设有东西两个主要码头 游客可从东码头入口进入 从西码头出口离开 或者反之 这种设定方便游客游览全岛 这两个岛屿都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景观特色吸引着游客 为前来千岛湖旅游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体验和观光机会 娱乐岛于千岛湖中心湖区 距离千岛湖镇13000米 占地90亩 海拔约为140米 周围环绕着港岔交错的湖水 形成了神秘迷离的地形 岛上建有中心湖区接待服务设施 综合了餐饮 娱乐 水上运动和休闲观光等多种功能 娱乐岛作为千岛湖的一个重要景点 提供了丰富的娱乐和休闲选择 游客可以在岛上享受美味的餐饮 参与各类水上运动活动 同时也可以在迷人的湖景中漫步 感受湖光山色所带来的宁静和美妙 梅峰岛是千岛湖风景区中 备受瞩目的岛屿之一 游客可以选择乘坐缆车前往山脚 再步行上山 梅峰岛的山顶上有东西两个观景台 其中西观景台可以鸟看整个岛屿群 因此又不上梅峰观群岛 不识千岛真面目的说法 站在高处 游客可以一览千岛湖的壮丽景色 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 桂花岛与千岛湖的东南湖区 距离千岛湖镇16000米 占地面积为120亩 这个岛屿因岛上生长住大片野生桂花而得名 桂花岛有三大特色景观 一是景点游步道 利用两旁的岩石作为屏障 创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特意境 二是大片的野生桂花岭 生命力旺盛 顽强地从石缝中生长 三是卡斯特地貌 经过亿万年雨水的侵蚀形成的地形 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这些岛屿各具特色 为游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体验 从娱乐岛的多元娱乐项目到梅峰岛的壮丽景观 再到桂花岛的神秘桂花灵和独特地貌 这些景点都为游客呈现了千岛湖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